大家好,直播 今天是讀書節目的三周年 所以... 我猜不到這裡我要說 混蛋,關電話 我做其他節目就要吊齊 你還做得比我更久 基本上坐你飯 我就是要聽聽有沒有聲音 你是不是指癌 什麼指癌 對,第二個節目有一個主持 他說吳佳產成是按不關的電話 然後我問他你是不是生指癌 手指癌 按不關的電話也不僅是手指有問題 才會按不關的電話 對 有些朋友都已經說了有聲音 大家好,我是曼記 今天除了我們之外 沒錯,你們很想的女嘉賓是出現的 Hello,我是Nikki Hello,我是書痴Wendy 對了,那... 大家好,歡迎你們來到 其實今天呢 就不像平時那樣 會說什麼特別的書 而是... 因為三週年了 我們這個節目 都竟然... 兩個人讀大學的時候 不能讀書的人 去做一個讀書節目 做了三年 想起來都覺得癡狗線 所以就來慶祝一番 不過呢 如果你們在讀書的過程 即是在聽我們的節目 跟一些讀書的內容有關係的東西 都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那麼... 都...首先... 大家都一起分享一下 講關於讀書的東西 我都要利申一下 我都是不讀書 看你怎麼看 讀書的定義是你讀什麼書 即是當別人上課 聽教科書的時候 其實我在一個櫃桶裡 是在看金融 在看譯書 或者在看不知什麼的小說 所以某程度上 我都是讀書的 即是都是讀書的 什麼呢 那時候我回... 我上課堂來吃午餐的 我吃到... 即是你們的早餐時間 吃午餐 我是... 不... 那... 那一堂是什麼課 我想我除了打火鍋 沒吃過之外 什麼都在課堂裡吃 鐵板呢 又沒有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你還要去 那就不上課 沒有人陪你吃飯 那一刻 就想要整個課堂裡陪你吃飯 我想那些課堂裡 二百多人 其實他見不到我 不過... 有一天葛Sir把飯 這人經常在吃東西 那... 你們從什麼時間... 其實小說都可以的 你們從什麼時間開始喜歡讀書 我呢 其實我中學就像一般的女生一樣 都會看那些譯書 張小嫻、李璧華 我都會看張若寧、鄭之寧那些流行小說 但其實我進了大學 因為我讀文學 然後就被迫看了很多文學書 然後... 還有... 因為... 要看很多記憶書 然後我就發現了 其實原來不只是小說都好看 那我就... 喜歡了去看一些 non-fiction 的書 一些資訊性的書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的想法都會覺得 很 inspiring 那我就會想知道更多 所以之後呢 在大學、畢業之後 我都看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因為在大學的時候 我會看一些文學、藝術、電影的書 然後... 畢業之後 就看了一些正向心理學的書 那之後... 那之後... 譬如我有什麼興趣 譬如我想學calligraphy 那我就看了一堆calligraphy的書 那想學日本文學 那就去看一些日本文學的書 那所以什麼類型我都會碰一下 我想起張小嫻,你講了 我看過一本的 其實這個女兒呢 她是憎男人憎了一個女兒 哈哈 是... 是病態來的 我看完那本書的感覺 哪一本呢? 大概是說... 什麼麵包樹上的女人 那一本我很喜歡的 當時 我覺得她是極度憎男人 但其實我覺得很confused 麵包樹上的女人 和荷包女的男人 其實我已經太久之前 雖然我不是太分辨到 這麼古怪的那些書 他跟無閃劇集的名字 那些大陸劇詞 什麼三千什麼三世什麼 我不知道 我知道 三世十里桃花 是 剛剛不是讀錯 還是什麼十里桃花 你這樣說 其實她的劇 是被拍了幾套大陸劇 的確是很合理的 是 你呢? 其實我自己就... 要說回背景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我媽媽很討厭我看電視 所以我這個 無可選擇的情況 是當時 還在電話線上 也沒有什麼妄想的時候 然後我就唯有看書 所以就... 自己本身也很喜歡看書 而且有一陣子 我媽媽就很喜歡借很多 譯書回來 所以我是小學三年級 已經在看譯書 就是完全愛情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已經覺得 女人是要自強的 然後看了很多 之後就... 慢慢開始 到中學 譯書是馬尼康的妹妹 是 是 然後就開始看很多 一來我又很喜歡神秘學的東西 宗教 我又看... 比較喜歡看 就是看雲海 再多一點就是... 即是經常投訴那個? 是 陳先生 炸兩行 陳雲海和陳雲根 是不同的 不同的 不要開錯誤 大家 會批鬥你 不會 不會搞他們 然後就是... 一來小時候 小學 就很... 不知道哪一間小學很特別的 就會教... 小學三年級 就開始教中史西史 所以我很有興趣之後 就開始自己看很多書 然後到中學就是... 因為不喜歡上課 然後就... 睡覺有時候又睡不著 那就唯有看書 然後就是不停看... 我想大家都在這個階段 就是金融啦 哈利波特啦 李璧華啦 譯書已經不看了 看少少張小嫻 然後最巔峰的時期就是... 中學就是... 我基本上經常被人收書的 是... 還有一些人很喜歡暴寸的 嗯 誰是誰看書的啊 常常被人收了一本書 然後... 之後就是... 到後來我去了... 英國讀書 那就基本上沒有什麼... 機會接觸中文 跟朋友說就說很多啦 但是基本上是... 那時候我沒有電腦 然後沒有 然後我就唯有... 娛樂就是... 拿著一本中文書 看完又看 看完又看 然後我試過是... 一邊看... 一邊走一邊看 然後被老師抓到 我那時候要補英文的 那個英文... 那個補英文老師就說... 他很誇張就說... 他要目搜我的書 因為他說呢... 你知不知道呢... 你... 在那邊繼續看中文 你的英文會退步的 然後就馬上很驚訝啦 就是這樣 我是那種... 越被人按就越來越看 所以這個就是... 開戰了我的道路 講到逆書呢... 我就一本都沒有看過 不過我想起一件... 我為了接觸到他的文筆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跟他折開戰 阿姨真跟他打個筆戰很好笑的 阿姨真很討厭這個阿姨的 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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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過時序 或者我搞錯另一個人 但是大概一件事好像是這樣的 逆書就整個都打了小孩 在危陣後中 或者不喜歡小孩的 然後... 有一次危陣不知什麼事 辣著了他說 他又說不喜歡小孩 自己跟鬼佬生了一個女兒之後 還想到一個女兒仆街的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啦 所以他們開火很好笑的 兩個 你們剛才講起譬書阿這樣 我沒有看過 其實我中學的時代是沒有什麼... 正常男人都... 男人都不會看譯書的 這樣講 就是什麼張小嫻啊 譯書啊 那些都沒有看 既然剛才講起這一類這樣的小說 就是愛情小說 我唯一一本有看過的是什麼呢? 是《深雪》 哦 八號當鋪 不記得了書名了 但是為什麼呢? 其實當時是女朋友跟我說 你看這一本吧 看完寫了三千字 《深雪》 《深雪》我也看過 我覺得他的字很可愛 他不記得形容什麼 他說什麼 好像冰封的玫瑰 我想了很久 冰封的玫瑰 就是一塊冰 冰封的玫瑰 重點是被冰封的玫瑰 不是冰 他形容就是一塊冰 為什麼你不喜歡說一塊冰呢? 那裡面你會看到 你想想一塊冰裡面有一隻蟑螂 你會否吵到整個視影 當然會吵到整個視影 你會吵到的 我覺得是生物奇觀 如果你在冰裡面看到那隻蟑螂 喂 有幾個不限 因為當時我看到蟑螂 是在冰裡面 在冰裡面 在冰裡面 我回去沒那麼害怕 那就是前面那個人說過 所以那時候就是唯一一次 就是他要我看完本書 寫了報告給他 寫了三千字 其實我帶他的 你給我看 你看我就寫報告給你 那戶大之後我就輸了 不太懂得欣賞那些 就是你在這裡看很重複 又不因為很獵奇的心態去看 我會覺得那些書 那些用詞是很扮演的 是有點扭的 所以我對這類作品是有點不適應 我沒有說很抗拒 就是那句你有 我就嘗試去看 我中樂時代接觸的朋友 多數都是很運動型 所以我同學裡面 只有一兩個是會看金融 既然是這樣 我自然也會走下去踢球 所以我很少群人看書 我印象中 那些麥克風是不是有點問題 我可能不知道 我們試一下 逐個再檢查一下 好嗎 是有些雜聲在 是 現在沒有了 現在應該沒有了 不是 是有些電流 不是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是 現在OK了 是 那就 等我等止癌病人 你不要了 你又要我聽 又要檢查 就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 我印象中第一次 你當然好看很多書 但是 我還有幾個看 我看《風險魔師》 我看《金融》 然後就 雖然 事實的 現在看回 就覺得很廢 但是當年看完 是甚麼呢 《柏洋役》那本《知智通鑑》 是看完的 因為圖書是齊 畢竟一個人去圖書館 你不用想 就多數會拿起一半 雖然現在看很多東西都譯錯 或者他的觀點 其實就很古怪 有時候都看完 之後就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看書 其實 可能大家 朋友都知道 我是 一個 跟 Renny 都一樣 是文科人 我們都是讀歷史的 但是 其實我 即使在 《U》的時候 無論是 《U》的時候 無論是《Undergrade》 或者是後期的《Master》都好 其實我也是 不太看書 除了 《Book list》裡面 要我看的書 甚至乎是他的《Reference list》裡面 我大約是 只會看他頂籠是 《Compole》那些 即是 《Suggested Reference》 我都不看的 即我是很懶的 我讀書的時間 那反而是 畢竟了 畢竟了 連《Master》都畢竟了 畢竟了 我去 我出來工作 我就反而會 再喜歡看多些書 你是不是讀書聰明和讀書不聰明 不是 我不會承認自己 或者我 只能夠說 我根本不是讀書聰明的人 只不過是我 每樣都這麼幸運 都能完成 但是我不喜歡被人 逼我去讀書 但我喜歡自己去發掘 有些聽眾 可能我們跳著一點點來講 未必跟我們 完整整跟著我們的流程去講 就是問我們怎樣選書 譬如我 我自己的興趣當然都在歷史上 那我就會 每一次 無論哪一間書局 或者哪一間圖書館 即公共圖書館 我一走就走到700 就是歷史那一格 那 如果在大學 我不知道其他大學是怎樣 中文大學 就一定走到DS那一格 因為那些就是中國歷史 那我就會走到那些地方 選擇我想看的書 嗯 我想 在這個節目 我想我最獲益良多 我自己 就是 我想是因為跟阿添 我們的手臂範圍 很不一樣 這傢伙是很喜歡看近代史的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至少他每次跟我說 不如開章青史 不如說袁世凱 不如說民國 不如說共產黨 好像他會比較喜歡看近代史 但是我讀書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讀中國中古史 中國遠古史 很簡單的 因為我以前不看近代史 我以前只是看古史 所以反而他也都反過來影響了我去接觸多了中國近代史 這個是我搞這個節目之後 對自己有些得著 我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大家 其實是不是大家都經歷過 一段中學史的很沉迷 看某幾部 對 喂等等 因為技術有些問題 所以就 所以就 射到旁邊的麥克風 對 就有些問題 大家等一下 我想問大家是不是都經歷過 就是中學時期 很喜歡看某一 追學某幾部書 就是別看 大部分喜歡看書 中學生都經歷過 就是 金融 剛好我看維斯利 對 維斯利 就是想說金融 維斯利 還有黃譯 這些基本上是 是不是真的大家都有看 我自己就是 因為維斯利 你不用紅腦 但是 而且會看得遠 而且是真的 你現在看回 是真的很驚訝的 很多東西都 當你想起 原來是幾十年前 作的話 整件事就 越看越興奮 不過我自己是 我不是太喜歡看金融的 應該很多人會想 我 因為我自己比較 因為金融社的東西很細緻 他太細緻 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想像空間 沒有什麼 FF的空間 所以 我是喜歡古龍的那種 很流白 很多流白 我是喜歡的 還有很大合的味道 小時候看不明白的 我不是不喜歡古龍 我不是不喜歡古龍 我覺得 我覺得古龍很白 是 他有好的作品 就是 他肯不喝酒 或者在喝完酒 還肯寫 而又寫完整套的情況之下 可以的 例如《絕代雙嬌》 例如我 我喜歡他某些概念 例如 我喜歡 是不是七武器 《孔雀牆》 那個故事 《孔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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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牆》 《孔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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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那種型 你看一次 會覺得很型 但其實他重複 例如《喵者武功》 快 形容不了 厲害到形容不了 那你第一次 就覺得很厲害 到第十一次 你覺得厲害到形容不了 我會懷疑其實 你形容不了 你也算厲害 這樣形容不了 我自己 《孔雀令》 沒有三個人 三個作者的作品 我都沒有 我是很喜歡看 一些 不思議的 我從小到大都是看 如果我們讀大學的工具書 可能是一些參考書 從小到大幾乎都是看歷史 我想我唯一會看的小說 就是剛才Tim提到的 《 Sherlock Holmes》 我覺得有某一本書 對於中學生來說 是很聶奇的 就是《沉巡記》 我都沒有看 那時我不知道 發什麼神經 然後就想 問老師 他剛才說 我想看這個 關於戰國時期的 你有沒有春秋啊 你有沒有戰國啊 然後他說 我們沒有這些書 《沉巡記》有 然後我就去看了 然後就發覺 原來 原來是這麼聶奇的 然後這個是某程度上 是一個啟夢 其實我跟Thomas是一樣的 我也是喜歡看《 Non-Fiction》 但這個是因為 在大學的時候 看《 Reference Book》的時候 發現 覺得很有趣 即是你也是中學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就是看小說 其實我也是 但去到大學我就轉了 所以不專業之後 基本上很少看小說 而且因為我以前讀文學 你要評到句子很靚 然後出來就不靚 不夠靚 不夠靚 即是你會覺得 很多位置會覺得 有很多挑剔的地方 不想太過 那我就變成去看了《 Non-Fiction》 還有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長大了之後 沒有這樣的時間 始終有多拿來讀書 或是兼職 很多其他社交 就會發覺看《 Fiction》 其實是我花時間 而且是太沉迷了 是啊 即是整個情緒會沉迷下去 就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所以我也是長大了之後 就開始沒有怎麼看小說 真的很稀 很少時間 剛才說了《 Sherlock Holmes》 很小時候看 小樂的時候看 我自己頒放的圖書館 所有《 Sherlock Holmes》 我也掃了 唯一一本 剛才你說過沉迷得不得了 真的通頂地看 看完一次又一次 那本 所謂的《 Fiction》 就是三個演義 都是歷史 都是歷史 剛才有網友問 讀歷史不悶嗎 不悶嗎 大大話話都讀了二十幾十十年 真的很難說我悶 其實我都覺得歷史很好看 其實 因為真實往往比《 Fiction》 是更加刺激 還有 是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 這個涉及到一些 傳識學的內容 我們可以等我再多些內涵 可以解釋到的時候 遲些再解釋給你聽 但是勉強可以這樣說 可能讀文學 也有這種理解 就是傳識學 是哲學裡面其中一科 你看小說 當然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包括不一定是作者 譬如我們以前讀文學 讀中國文學的時候 英國文學可能都會需要 你一定要好似要了解作者 然後完全明白 作者在想什麼 他為什麼會這樣想 通常他一貶官 這些東西一定是用來發洩的 去這樣去理解一些詩詞 但是 其實是你老屈他而已 其實他真的不是在發洩 雖然剛好他在貶官 但是剛好他又寫了這些東西 他可能真的在寫山水而已 他不一定是 所以我們在這個位置去理解的時候 又不必一定要用這個方法去理解 但是如果你說歷史事件 就更加古怪了 因為更難去處理或者傳摩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用小說的角度去說 無論如何都有作者寫出來的意念 但是我們看所謂的歷史書 除非你寫正史 但是正史也好 他都沒有完整把事情呈現出來 他只是把他找到的資料呈現出來 而每一個額外再寫這件歷史的人 其實他在用另一個角度去理解 我們看的時候 就會只能看到那件事 一部份的一部份 然後你就會開始更加多地去看其他東西 我想這個笑話 真的嗎 是啊 某個網台讀書節目 有個主持著人看世事 看完世事 我發覺中市來去都是那些東西 他說過中市來去那些東西 很搞笑 他說什麼 他說中市、亡國、保衛府 都是那些經濟不好 農民起義 諸如此類 固然之我想跟大家說 西市是有趣的 如果我們投去中市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亡國都是這些理由的 西方國家亡國不是這些理由 你不會找到一個國家 哇 皇帝也好 經濟也不錯 不如造反吧 現在 就是他這樣說 有些totology 是啊 還有我想說的是 就是所謂 還有他很有趣的是什麼 就是 他說 那個朝代都是差不多 都是那些東西 我聽完我覺得 其實你有沒有看過中市 是有些差別的 如果你去認真說 例如 唐朝的軍閥割據後期 影響到宋朝 他最後是 仲文興武 其實是 怎樣不同 不同到什麼程度可以討論 但如果你說個個朝代 都很接近的 差不多 他都是這樣 那我會覺得是 其實又不是很仲文興武 這些是中學年代 中史的教法 其實 北宋人是很好打的 尤其是頭兩個皇帝 非常之好打 他們因為 然後第二個皇帝被人巢了 在北京那裡 之後就開始退 其實他們又不是輸得很厲害 還有他們的作戰方式 不是啊 你說宋真宗 不是 等一下 你說趙康爾 第二個皇帝就是趙康爾 我沒有記錯 他有輸過 他輸的那場是輸到自己 然後就是牛底 但是他們本身個人是很好打的 是啊 我想說回 剛才Thomas提到文學 我也想發表一下 是 當然 其實文學就是沒有一些真實的成份 和歷史不同 所以千萬不能妄想 在文學裡面可以找到一些東西 去幫助你去理解這個現實社會 還有 文學很多時候是研究一些人的感情 他會創造很多的情況 很多的情境 然後在那個情境如何推動到那個人的內心 如何變化或者成長 還有他用字 很多很曖昧的字 例如看不幣 這些字很平實 但是文學會有時用一些新的 很不常用的詞語 這樣搭配出來 他做了一個美感 還有一些比喻 但是文學有趣的東西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作品 好像剛剛Thomas提到 其實也有一個 叫Stanley Fish的一個 美國的文學評論家 他提出了一件東西 叫做 Response Theory 其實正正就是 好像彌彩那些 God is dead 所以那本書一出來 其實已經不屬於他 還有那個作者可以帶他自己個人的經驗 想法 去建構那本書的看法 我覺得文學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的曖昧位 你可以很自由地去詮釋 這裡有個節目介紹給大家聽 因為我真的沒有資格 用詮釋學的角度去切入 大家可以聽《哲學有計談》 他有其中 好像是今季的第一集 就是用詮釋學的角度去講 題書 以及人 詮釋人自己 為什麼我會建議大家聽 因為他是我助教 所以你聽他講他清楚 我講了很多倍 所以我覺得如果講 怎樣去用詮釋學看書的話 聽那一集 他講得很淺 應該一般聽眾都可以聽得明白 他講什麼 他沒有用一些 我們上課會聽到的那些字眼去解釋 所以那集是幾值得聽 如果我純粹講詮釋的內容的話 有人問我們會不會講太宰治 或者《人間世界》 遲些我也想看這本書 其實我在漫畫接觸過《人間世界》 我在電影接觸過 我看過那本書 我是很喜歡的 我們遲些也想看完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就是 日本歷史經常說 戰國和三國之間 不是相差太遠了 整個概念都相差太遠了 但是有些難三言兩語解釋 戰國和三國之間的差異 所以未來容許我遲些 如果我真的和阿添 準備好了 就跟大家做一個關於日本戰國的內容 這個 因為我們其實 阿添戰國史不會不熟 但是我們想 整備得好些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關於戰國和三國的內容 可能遲些再跟大家講 你們有沒有什麼讀書心得呢 例如看書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自己的 特別的朗誦技巧 有沒有特別的閱讀技巧 可以分享一下 讓我分享一下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看書 每個月就吃一本 應該不止一本 一個月吃幾本 通常我會訂閱台灣那邊的新聞 直接寄到我的電郵 告訴我今期出了什麼新書 預購有什麼優惠 然後拿了一些訊息 以及看他的排行榜 其實網上很多 博客來 Cobo Google Play 讀策 Readmoo 其實全部都做得不錯 尤其我挺喜歡 Readmoo的新聞 但是因為他在網上付錢 他不是直接付錢 他是要你買一個書券 然後慢慢寫 我就不喜歡他擲著我的錢 那我就很差勁 那我就看他的新聞 看了哪一本書 我就走去其他地方買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如果他不是這樣擲著我的錢 我會買的 你是電子書版還是什麼 我兩樣都會買的 不過我會喜歡買電子書 因為我實在有太多書 而且很多時候看一本書 可能他會有翻譯版 我就會掙扎 究竟我應該看原版 可能看英文原版 或者應該看中文的翻譯版 因為翻譯有時候 我會擔心那個意思 可能會 不是作者原本寫出來 我會怕有一點點會不同 所以其實我會兩本 就是那本書原版和譯版 我都會去看 看看誰對我來說比較順厚 我就看那本 還有看一本書 進到書局 我通常會看內容 我會看內容 有沒有我想知道的範圍 還有有多少 對 都是看有多厚 所以看書 還有我還要去想 在不同的渠道買哪本書 是最便宜的 因為我每個月都會買七、八本書 所以我就是要用最經濟的方法 我就比較了 剛才說的那些 其實我都可以說一下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說一下 其實我每個都很有經驗買這個書 英文就一定知道 是 Book Depository 這裡買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全球面運 另外我想介紹一個 是專賣英文的二手書 叫 BetterWorld Books.com 有很多絕版 不在市面上流通的書 都可以在這裡買到 接著我可以說說台灣 那一堆 台灣的博客來 博客來就是很大的書店 很多書都有 因為我比較過金石堂和他 金石堂很多書是沒有的 博客來有 也是比較多的 但博客來的實體書 最最終郵寄過來是八本 我會買電子書 我通常都不太理會 因為我會買電子書 然後還有Cobo Cobo是多另類書的 它會有很多其他沒有的 很另類的書 所以我覺得都挺有趣 有時候我找不到這本書 我就會去Cobo找 然後獨冊 會經常有些預售 會便宜一點點 我都會買的 Google Playbook 我覺得極神奇 因為我聽人說 它有債務 它可以做到這本書 是四十元一本 很便宜 對 超便宜 對 超便宜 難以置信 就會有些令你想像不到的優惠 搞到它 譬如Subsidy 你50元 即是你本書 即是送了50元的Coupon 簡單來說 就是 結果我上次買了一本 大家都很熟 就是剛才說的 那班很青年圖讀室的那本 哲學 小哲學課室 總之是他們的第一本書 我給了5元 就買到了 對 因為原本的書 是455元 電子版之後是55元 他送了一張50元的Coupon 我用5元就買一本書 多划算 然後還有兩個 對不起 先插一點點 不過我到現在 都不能夠在電話 或在平板上看書 我年紀大了 不要說在這些地方看 我在車裡也看不到書 以前我是 坐船也看得到書 過了三十多歲 就受不了 你挑我的機 其實我也有用Kindle看書 但是我覺得太麻煩 因為我在太多的APP上都有書 而且它們有些是PDF 但你不能進去 因為太小 但如果是PDF的話 我有一個推介 就是Bootmax 大佬的牌子 出了一個13.3吋的Ebook 但沒有光屏幕 但你看看A4的PDF 是很漂亮的 但是太辛苦了 拿著一個13吋的機 通常是在家裡看的 不過剛才說完 還有最後兩個 就是大陸那邊的書APP 就是百度閱讀 和豆瓣閱讀 裡面的書是便宜到你不相信的 是五個九九人仔 一本 好像你剛才的Google Play 不過是簡體字 但是真的很划算 你用微信支付就可以買到 買書